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鬼那麼靚 經常聽到人家是人靚的時候 就會說 鬼那麼靚 但是也有人相反地用鬼來形容一些醜樣的人 例如鬼那麼醜樣 鬼死那麼醜樣 究竟鬼是靚還是醜樣的呢? 其實無論是中國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大家多數都會用醜樣來描述鬼魂 因為要醜樣才可以營造得到那種恐怖的氣氛 間中我們會在典籍上找到關於鬼的外貌記載 他們都會有寫到鬼有時是很靚有時是很醜樣 其實在電影裏面有時我們都會看到 將女鬼塑造成一個很靚很靚的角色 其實鬼的形象很多都是由心中幻化出來的 不如我們又看看在大被婆沙論裏面 又如何描述鬼究竟是靚還是醜的呢? 內文提到鬼有靚也有醜的 靚的鬼就等同天人般一樣莊嚴好漢 小小恐怖都沒有 而醜的鬼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經常會流鼻涕 身上長滿乳龍常常都會出血 其實因為鬼都有分富貴鬼、貧賤鬼 他們的容貌都隨著究竟是哪一種鬼 而有所改變其實跟人間的道理一樣 有錢去裝身的當然就是會漂亮些 但是除了錢之外因為鬼有神通 它可以幻化不同的形象在你眼前面出現 所以其實你眼裡見到的鬼 未必是鬼的真實形象 當你的心想著它是漂亮的時候 鬼就會變成漂亮的樣子 當你的心想著它是恐怖醜惡的時候 它的樣子就是真靈恐怖 總之就一定要嚇到你為止 你會見到它 你會見到你為止